哈喽,在视频前里,大家好,我是军兽,欢迎来到90后房产Desk Property OK,今天早上就是一个很烈热太阳的时间啦 最近是下雨啊,在overside下太阳,OK啦 OK,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到哪里给你们介绍这间屋子 我来到呢,就是我们众所皆知旺区啦 一个很旺的区域啦,就是Pukita 咯 OK,Pukita 这一边你可以看啦,这边的屋子呢 通常啊,18x65,20x70,22x70 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就是Million不大也不小的屋子 20x70,四番三车屋子,就是我背后的这一间 OK,门牌24号,2加4,66大顺啦 OK,所以这边我把镜头,我转去前面给你们看周围 里还有环境先啦 OK,这个是屋子外面的路口啦 然后呢,右边这边是Bichu Bichu啦 OK,所以呢,这一边假如呢,你有大巴士 你没有交通的话啦,你们可以看到前面呢 这一边我拉一下啊 这一边有巴士堂,内一边也是有巴士堂 两边都有巴士堂的,看到吗 两边都有巴士堂的 所以呢,这一边的巴士呢,它是可以去到 去的话是可以去到Pukita Aeon 然后回来的话可以去到波底 甚至是Dangabe那一边都OK啦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一边呢,它是Pukita 第19路 在Rubout 的旁边 Rubout 的旁边的路罢了 这边很多人在寻找着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邻居呢,我帮你查过了 左边右边呢,都是华人 甚至是Corner 这一间也是华人 然后呢,它的view 是东北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这边 它的一个view 但是它前面路口view,所以它前面呢 算是一个unblock view unblock view OK,所以这边我们一起进来屋子看看 哇,外面很热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整个屋子呢,它是之前跟马来人买的 所以呢,它是华人 owner 但是它的design 是跟着之前屋主的design 现在它要卖掉 你看它这边它的owning 这些都做好的 这边的门虽然是没有autogate 你看它之前它屋主留下的东西都有的 这个不是屋主啊,租客啦 但是它里面design真的是很马来人风格啦 但是这边是华人的 华人屋主的 然后这一间的话是20x70 四方三侧 所以呢,你可以看它外面的磁装呢 是全部铺到弯的 只是呢,这边如果你要bark那辆车的话 可能有点难度啦 这边要协进去 这边最多也是maivi这个宽度啦 还有一个bing 顶住 这个bing是一个承重墙来的 所以呢,这个支柱的话应该是不能敲的 你可以看到它整间的一个情况啦 现在大概是下午12点的一个情况啦 来,我们一起进来屋子里面看看先 一样,before进来看之前 请帮我点击按赞分享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给你们介绍不一样地区的好屋子 哇,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屋子呢 它的ceiling是有做过的 但是design 的话 各取所好啦 可能你们也会喜欢 你可以看到这个屋子呢 它的一个leaving area 我来到corner 这边给你看啦 这个屋子的话呢 它是已经有控制一段时间了啦 控制一段时间了的 所以呢,视频中啊 你们会看到有一些gabr 等等啊 你们不要好奇啊 你们也不要惊奇啊 所以呢,这边它的leaving area 是蛮大一下的 所以呢,很明显这个格局呢 就是前面可以放一个电视机 这边放沙发 然后呢,中间这一边呢 就是dining area 然后后面呢就是titch area 所以整间的布局啦 已经很明显了 之前是有住出去的状态啦 现在屋主收回来 要卖掉 ok 所以这边有些灯呢 是已经坏掉了啦 所以会比较暗 你们多多包含啊 这是楼下的一个客房的一个状态啊 你们这边应该看不清楚 啊啊啊啊 别办法啦 只可以靠这样子了啦 所以呢,它里面的瓷窗呢 都是有的啊 都是有的啊 然后呢,空间都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它后面 它后面呢,有留有一小片地 等一下,我们去后面看看 这是后面的厨房的一个状态 它是整间厨房都是粘壁纸的 这是粘壁纸 看到没有,它有泡起来 所以呢,它的厨房的话呢 其实是蛮大一家的啦 这边可能你可以做干湿分离 都没有问题啦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一个门 这边你做个玻璃门 开,这边可能敲掉 就可以做干湿分离 都ok的,没有问题的 格局很好 很好给你发挥 这是楼下的一个pubbit的厕所啦 你们可以看看 你看 所以这整间呢 就是你们看到什么 就是什么啦 ok 然后呢,它的kitchen campionet 三下都做好了的 抽油烟机 然后呢,它的这个 煮的地方 全部都弄好了的 看啊,有点搞错啊 毕竟空了一段时间啦 ok 然后呢,这边是它后面 刚刚我讲的 它是后面有一小片的 那个area 只是它上面是用owning盖住了啦 假如呢,你要把屋子全部推出去啦 没有问题啊 free ho individuidad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面它的磁砖呢 它是上到一个50%的 看到吗 上一个50%的 从下面看下来 ok,50%的 这边呢,就是刚刚那个客房的床啦 这边大概给你们看一下 后面的这样子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啦 看得出屋主后面呢 可能有主啊,是什么啦 它把这边封掉了的 所以也不会讲特别热啦 财官呢也是看得到 只是可能美观度的话 嗯,有待改进啦 ok 然后呢,这边我们楼下也讲完了 我们这边去到楼上 我再给你讲解这一边啦 ok For Bukinda 这区 你们也知道啦 众所皆知的旺区啦 那边Signature 就是象征性的老耳包 周围呢有A用Bukinda 有银行 有赤 有火锅 有Mr.DIY 等等 这边都是大概一个5分钟左右的距离 就可以到达的 而且呢,它位置是很不错的 脚路呢,你本身是没有车啊 是什么啊 你有靠一些电动脚车啊 是摩托啊 都很靠近 因为美式哥呢,在你旁边 啊,然后呢 Pass Stop 在你前面 走路就可以到了啦 Walking distance 我把听众团队里姐妹给你们看楼上的情况 ok 你可以看啊 这间是一个双层排楼啊 然后它的Silly Hight 我这样看大概是一个3.5到4m 左右的高度啦 所以这是它楼上的一个condition 楼上的灯就 function 好 嗯,亮亮 ok 所以这间我给你看它楼上的客厅 楼上客厅 所以那是四房三侧两厅的一个大小啦 哇,这间屋子 它是在Pukit Indati 第十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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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三房间 哇,这是什么啊 嗯 嗯 ok,不懂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第三房 ok,这有风扇 Econ Lighting 这些都有的啊 这也很standard一下的 格局也够大 整间Mosset都有的 而且它的Mosset是很耐瞻那种的 耐瞻又耐看 ok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一个二房 三房和二房的格局应该是十厂十厂啦 都是Balance的,平等的 ok 然后呢,他们Share 同一个厕所 我们来看看哦 你看它Share 的同一个厕所 所以呢,它这边它是用了一个折扇门的设计啦 折扇门会比较好啦,不然里面的格局会被限制啦 你们可以看一下楼上的这个厕所的格局 ok 然后呢,这边我来到后面 我们最前面 这个主轮房 主轮房这边一样,它是有做过Sealing 只是呢,可能会有老旧一点 如果呢,你们买的话,可能要重新翻新一下下啦 ok,然后呢,它这边它的厨有流啦 不懂你们有没有用哦 这种里面的东西 ok,空空的 然后这边我给你看一下整个主轮房的格局,它的大小 你们可以看得到啦 就是主轮房一个格局大小,其实是蛮宽阔一下的啦 然后呢,这一边 可以给你放电视机等等都ok啊 甚至是你要放厨啊什么啊 只是厨摆在那边了啦 可能你厨移过来咯,会比较好啦 那一边可能你放了你的个人用品会更好 ok 然后呢,这是它自己的一个厕所 哦,这个灯哦,我关掉什么 哦,这灯蛋子是长的,眼睛很痛啦 哈哈哈 ok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自己的厕所 这边如果你要定家装修也是可以的啦 有问题 所以这整间呢,都是它的屋子一个情况啦 这边我也去到楼下,我再给你讲述所有的详情啦 ok,这边的屋子呢,它是在哪里 它是在Pukit Inda第19路 加兰Inda 19 然后呢,它的门牌也是很美的啦 24号,下期来是6 6,然后呢,它这一边 它是20x74房三侧 FREE HALL INDI 你就带着,乐意你装修更改,没有问题 然后它的方向的话是东北 做西南向东北的一个好方向 然后呢,它这一边 它的价钱到底是卖多少钱呢? 哇,跟你讲这个价钱,这样好的一个地点 它这边,旁边就是我们的众手借着的Route About 我们后面呢,就是很多的美诗哥啊 AEON啊 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 5分钟 甚至STAR版在对面罢的 ok,这间屋子呢 它只卖你650千 650千 Pay Value Match ok,所以呢 你如果对这个屋子有兴趣 你想问有没有Discountant的呢 你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我来带你看这个屋子 甚至给你更多的资料参考 甚至是呢 如果有朋友找着这区的屋子 都可以把我的链接发给他啦 so,如果在新山找着买 卖还是租 都可以与我取得联系 我是军松 一个认证为你介绍屋子的男人 so,今天的分享视频到这边 谢谢你们帮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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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